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我还挺纠结的 可是每次打开画卷 我都会觉得 对我来说 今年最好的还是画卷 周深真的特别擅长 唱一类古风大气的歌 从情世和物 情不由衷到画卷 甚至到今年的翻唱 《烟花一冷》也是如此 特别是周深的原唱歌曲 由于没有原唱的固定模式 它发挥的空间就更大了 因为我觉得 无论是情世和物 还是画卷旋律曲调 都没有脱离固定的模式 可周深始终能够唱出 与众不同的感觉 周深的演唱 就像是将这些歌曲 精雕细琢 咬字 高音等等 都会细节做得竭尽完美 像这首画卷的重 缝的重流心底的流 拔地而起的高音却不突兀 给人一种层层叠叠 高槽叠起的感觉 完全契合了历史变化 山河叠栏的沧桑感 因此这首歌给人听感 不仅仅是拘泥于小情小爱 而是拘泥于画卷的一传故事 我们在周深的演唱之上 通过了画卷的故事 似乎窥探到了历史的一角 感受到了历史的扑面而来 仿佛是身处其中 在我心中 国风歌曲就该如此 在我目前认识的歌曲的歌手里面 真的很少有人在演唱上 能够将中华泱泱大国之美 中华历史厚重之类的 美唱的这一般的淋漓进去 个人认为呢 中国音乐之美 就该是这样的一个俊勇 内敛大气缠绵 期待能够和周深有更多的合作 也期待周深能够将 中国音乐之美带到国际舞台 周深不是靠颜值让大家认识的 而是靠实力征服大家 换句话说 他现在是公众人物 即使是整容也不过分 而且呢 我估计是没整 唱歌的人不太感动鼻子 在综艺节目 他里边用双眼皮贴都是公开的 做个双眼皮手术 是多简单的事啊 他都没有做 周深嗓音的艺术性和时代的价值 被大众和市场严重低估了 他只得站上世界的舞台之上 让各个国界的人们 能够欣赏到其独特的歌声 带来的治愈和救赎 其实我听音乐蛮挑的 当时是听了他B站跨离演唱会入坑的 后来才得知到大语原来是周深唱的 他的语言能力和歌唱水平 完全可以走向国际 虽然哪怕现在是他的歌迷 我对他的期望呢 不只是更妥了 开更大的演唱会 而是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 在音乐上面有造诣的艺术家 就像是很多歌唱界的老前辈那样 周深的歌很适合单曲循环 它不是那种让你一眼惊艳 或是立刻能够产生共鸣的歌 而是一遍又一遍的反复 着着着着着着的沉浸 每天都在听各种风格的澄清歌曲 但总感觉 言语描会不出心中所想的万分之一 能够听到这么治愈的歌声 就像是周深这个人一样的温暖通透 真的可以给人带来美好的力量 越见过这样的童话般的歌者 是上天的偏爱吧 以前我是按照音乐类型来听歌的 有明显的风格倾向 直到遇到深深 这个次元B呢 马上就被打得稀爬烂了 爱他的空灵飘渺 也爱他的温暖疗愈 爱他的清烈透亮 也爱他的温润深厚 爱他的吟唱 也爱他的咬字 爱他的古典融合 也爱他的电音风格 爱上他的歌声 也爱上他的笑容 更爱上他的舞台 爱上他的人品 周深是水系歌手 水的本质就是变化多端 形态各异 可以残存流动 也可以惊涛骇浪 太海周深的刚容并济了 是谁说的那句话 你是万物 但是万物都不是你 简直太符合了 他唱干干净净的《陈世间》 我竟然感觉到这个世界 就是他唱的那样的干干净净了 初听的时候 是连续加班到头昏脑胀的 整个人烦恼的快要裂开了 明明声音是冰冷遥遥远的 听了这首歌 竟然会意外的被安抚了 之前是每个歌手 跳好的几首歌曲来听 直到入周深的坑 周深最神奇的是 音色的多变 把不同音乐和风格的变化 就不多说了 在B站听他英文歌合集 欲解首女辣妹甜心罗莉 轮番上场 更其神奇的是 即使是同一音乐风格相近 他仍然能够变化出不同的角色 同时女高音 他唱那首那片海 却有着加强含红的感觉 唱天下有情人 又完全没有含红的顶子 唱大鱼的女高音 也是另一种感觉 没有固定喜欢的歌 也没有曲风不固定的喜欢 只要好听 能够有所触动的都好听 没有固定的喜欢听的歌 毛毛算一个了 词也真的是很美 但是不会循环听 但是听了周深的歌之后 我把他唱的所有歌 一直循环了 听了两个月 到现在还没走出来 持续上头中 从来都没有这样喜欢过一个歌手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事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